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做出來的大概樣子 反正會動就好 這個是它做外框線 這個也是可以的 就外框有沒有 設定格式的時候它不是選擇字型 是選擇框線 所以它移過去就會有個框框 然後這個是我們將來 這張圖還沒做嘛 跟這個一起做好了 那再來就是這個main的部分 那這個main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這邊要放一張圖 這邊要放字 這幾個字的話就是要自己打字 考試的時候這個是要自己打的 沒有可以讓你複製貼上 所以如果你打字打太慢的人 你看這幾段字 恐怕你要在家裡練習快一點 不然的話你這個時間就會耗很多 然後底下加一點 對 還不算多啦 我是覺得這個考試 也還不算考你那個打字 那最後吉他社點下去有沒有 這邊就會出現像這樣子 然後吉他社近期活動公告就是這個 這個是書籤的top有沒有 跳來跳去的效果 這個是書籤的效果 那吉他社的教學內容 Java 確定 這個就表示說他不支援Java 不支援Java 那這個很好 就是有些考場這樣 那監考老師跟你講說 沒關係啦 我們看到知道就好了 因為有的時候他要求的 但是實際上 每一台電腦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那即使你做了 可是也會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你們要特別注意 有的時候不是你的問題 像剛剛那個也不一定是你的問題 你就不要抓牛角尖 你就舉手跟他問問看沒關係 那這個參考答案每一題都有 在哪裡呢 其實也是